有來醫生,有健康,想未來 先兆子宮破裂的臨床表現為什麽 先兆子宮破裂屬於產科併發症 如果嚴重的是可以危害母兒生命的 對於先兆子宮破裂的辨別 對於保護母兒的安危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表現在分娩的過程當中 寶寶的頭下降受到的阻礙 子宮的收縮強度比較強 這個時候就會讓子宮拉得很薄 下段變得很長很薄 而且子宮上段逐漸收縮會扁得比較厚 這樣的子宮上跟子宮下段之間形成一個凹陷 這種凹陷我們叫做病理性復蘇環 而且這個復蘇環會逐漸上移 達到肚臍的水平或者是肚臍以上的水平 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產腹的下段會出現劇烈的疼痛 會拒絕按壓表現為非常的煩躁 呼吸心率加快 下腹疼痛的感覺是非常劇烈的 這個時候因為胎腺路部位受阻 壓迫了女性的膀胱呢 會出現排尿困難 出現血尿 聽胎腺的時候呢 也會發現胎腺會有變化 提示胎兒有缺氧的情況 這種情況經過臨床醫生的判斷後 需要請緊急地破公廠結束分娩 專家提示 先兆子宮破裂屬於產科併發症 主要表現為分娩過程中 胎兒的頭下降受到阻礙 以及子宮的收縮強度較強 且產腹的下腹部可出現劇烈疼痛 拒絕按壓 煩躁以及呼吸 心率加快等 此外 由於胎腺路部位受阻 壓迫女性的膀胱 患者亦可出現排尿困難 血尿等情況 且監測胎腺發生變化 提示缺氧